先帶你來看看台中的這家自助餐店 兩個餐盤裝著滿滿的菜跟肉 付錢的時候竟然只要200塊 網友直呼說真的是佛心店家 也敲碗狂問到底是哪裡 有人吃過之後也大讚 CP值真的很高 用餐時間自助餐店 人潮滿滿大家某家菜 盤子都堆成了小山 這樣多少錢 沒聽錯 滿滿一座山的菜收你110 還有人包便當主菜虱目魚 再加四樣菜幾道都快合不起來 因為它這個是虱目魚比較貴 位在台中大肚這家自助餐店 小小空間擠了六七個人 再上菜包便當 忙到連接受採訪的時間都沒有 一人林彥均也來用餐 兩個餐盤上裝得滿滿的菜和肉 有茄子 冬粉 紅蘿蔔 絲瓜 也有鴨肉跟排骨 只要200元 他當場傻眼說好扯 網友說柏欣來著誇張破表 林彥均還說一度沒拿穩比預期的還重 現場複刻板一份 兩大盤又夠澎湃 CP值很高 怎麼說 飯也給得多 然後菜也給得多 他不會很吝嗇 老闆娘說只是想要讓人吃飽 所以東西都會給足 他不認識什麼藝人 就一如既往的賣便當 沒想到會被PO網引發話題 記者中部中央報導 你為何不拒絕